第3850集 血宁谦实力很强 若是巅峰状态 必然能轻而易举地将他们两人斩杀 可刚才一战 血宁谦状态并不好 如今应该勉强发挥太真境前中期的战力 还不足为惧 至于身旁的叶辰 不过史元静 早就被两人忽略 而远处的血宁谦看到血宁谦 竟然带叶辰来了 脸色微变骂道 血宁谦 不是让你不要踏入这里吗 你为何还把那小子带来了 如今的我若是失败 你们两人都可能死在这里 其中一位盗袍老者却是笑了出来 血宁谦 你的实力的确很强 可如今你已是强弩之末吧 我等也算生于同一时代 为何要如此代价相争 这里有三柄剑 我的一位同伴死了 我们一人一剑不好吗 血宁谦了一声怒声道 我一生镇守于此 绝不会让外人踏入 要想夺剑 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下一秒 血宁谦动了 叶辰甚至发现 血宁谦在燃烧自己的精血 代价极其之大 他双手一握 梁炳带着一丝混沌力量的长剑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我的使命便是守护此地 任何闯入此地的外人 只有死 血宁谦手中的两剑 爆发出仿佛 能将空间撕裂的剑翼 甚至五道一蕴 要冲破了空间 同时 那三柄阵势之剑的锁链 不断晃动 显然是动摇了此地的规则 那两位受伤的道袍老者 脸色大变 这宛如回光返照的手段 真的拼命了 两人相视一眼 眼眸之中也是多了一道决然 随后手指掐绝 一滴精血逼出 古老的符文在瞳孔中涌动 而后 两人的气势居然开始攀登 显然也是动用了某种秘法 同时 地上掉落染血的浮尘 也是回到了两人的手里 既然你想死 那我俩就成全你 记住我们俩的名字 太臣道人 徐臣道人 太臣道人冷声道 而后 浮尘舞动 竟然散发出万千神须 神须编制成 一张闪烁着 无数雷弧的大网 凭空落下 薛建明的剑对着浮尘巨网斩下 两者触碰 一道惊天气浪 席选而出 诡异的是 浮尘巨网并没有立刻断裂 薛建明的表情微微变化 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 关键这两位道士 放眼整个地心域 也能排前列呀 薛建明将手中剑的规则之力加强 甚至诞生了一丝极其恐怖的混沌气焰 浮尘巨网撕裂 那惊天之间 对着太臣道人当头斩下 可就在这时 一道冷笑声突然响起 喂 你是不是忘了还有我了 薛建明脸色顿时巨变 他刚才一直将注意力 集中在太臣道人的身上 却一直忘却了 还有一位虚臣道人 而此刻 虚臣道人正在他的身后 该死 薛建明妄图转身 但身上的伤势实在太重了 耳边传来阵阵风声 他余光之中 已经看到了一道 闪烁着阵阵星光的浮尘 在他的身后落下 纵然只是浮尘 但那万千白须 却宛如万千携带毁灭之力的剑意 哪怕虚臣道人已经受伤 这一击之下 足以让自己再无战斗能力 薛建明权衡利弊 咬咬牙继续对太臣道人动手 将太臣道人诛杀之后 哪怕自己身云 这局面对叶臣和血宁谦来说 也有利 之后 血宁谦和叶臣 必然会代替自己 守好这三柄剑 血宁谦的实力或许不够 但叶臣今后的成就 绝对恐怖 甚至能凭借一己之力 掌控一剑 将那震邪盘的巫阻 亲手毁灭 叶臣 一切拜托了 薛建明闭上双眼 那极致的剑意 向着太臣道人而去 太臣道人虽然不甘 但也只能用尽全力抵挡 这一次 身躯必然会不完整 但只要有神魂残存 自己的兄弟 虚臣道人 就能将自己复活 刹那间 无尽剑意 将太臣道人吞噬 太臣道人 就此被薛建明的剑意淹没 可惜太臣道人 想得太完美了 他的身躯 当场化为血雾 神魂也被斩灭 这就是薛建明的 终极武道 可同时 虚臣道人的一击 狠狠落下 宛如万剑之海 还打在了薛建明的身上 薛建明已经没有力气 再去抵挡 瞬间身上出现了 道道血痕 每一道血痕 都是极其的触目惊心 好在薛建明周身 环绕着此地的规则 还不至于神魂俱灭 可是此刻的他 只能躺在血泊中 沉重地呼吸着 他知道 自己的状态极其糟糕 甚至连抵挡的资格都没有 现在哪怕是一个 使缘境的舞者 都能轻而易举地 剥夺他的生命 他艰难地转过头 看向薛宁谦和叶辰 努力用嘶哑 且不再虚无地声音道 快走 快走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哪怕叶辰想要帮忙 也根本做不到 薛辰道人笑了 无比猙獰地笑了 他手握浮沉 居高临下地看着 伤痕累累的薛建明 而后目光 落在叶辰和薛宁谦的身上 走 你认为他们走得掉吗 这个秘密 我不会和任何人分享 而这三柄神剑 将由我执掌 我一人独享这三柄剑 太上世界也要为我臣服 而后 薛辰道人更是向着叶辰走去 可还没走几步 他的身躯便是停住了 他低头一看 发现伤痕累累的薛建明 正双手抱住他的脚 薛建明不顾自己的狼狈样 对叶辰和薛宁谦喊道 走 快走啊 对他来说 叶辰和薛宁谦 将是这三柄正式之剑的希望 然而 叶辰没有逃跑 他反而一步步 向着薛辰道人走去 若是巅峰状态的薛辰道人 他是根本不可能有战斗的打算 哪怕爆发一切底牌也是如此 但是现在薛辰道人的状态极其糟糕 真正的实力应该差不多跌落在了太真镜六七层天 他有一战的资格 薛建明见叶辰走来 知道这小子不会离开 心中既欣慰又愤怒 欣慰是叶辰为了自己留下 愤怒是唯一能活着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薛辰道人瞬间便是挣脱了薛建明的手 他饶有趣味地看着面前表情淡漠的年轻人 看来你也知道自己走不掉了 这么快就准备来送死吗 然而叶辰却是表情玩味淡淡道 不妨试试 说不定死的会是你呢 薛辰道人突然大笑起了 如果是薛宁谦对自己动手 他可能还会严肃一些 可一个始元静 为何会说出这看似拥有底气 实则可笑的话语呢 不过他本身就不会放过任何人 既然这小子送上门来 那就诛杀了便是 他没有动用浮沉 而是轻轻一掌拍出 虚空之中 瞬间出现了一个 巨大且拥有毁灭之意的掌印 如此掌印之下 恐怕一些太真静初期的人 都会当场被无情撕裂 瞬息间 掌印便是出现在叶辰的身前 宛如一头恶魔 将要无情吞噬叶辰 可此刻的叶辰始终 面色都是极其淡然 甚至没有采取任何动作 就仿佛被吓傻了一般 徐辰道人笑了 这或许才是蝼蚁的姿态 可就在徐辰道人认为 叶辰必死无疑的时候 叶辰突然动了 手中一柄煞剑祭出 他之所以没有动用荒魔天剑 便是因为眼下要对付着道人 需要月魂斩 月魂斩对神魂有奇效 且能看穿对方的弱点 此人正是虚弱之时 自己要利用对方大义的状态 出手 否则就很难有下一次机会了 叶辰看着飞速接近的掌印 一道奇异的纹路 逐渐在身躯上蔓延 玄体化灵神通施展 先是将灵力转化为力量 而后则是魂体转化 再将力量转化为魂力 不光如此 叶辰身后更是出现了一片星空 正是鸿蒙大星空的加持 一时间 叶辰的神魂之力 达到了一个无比恐怖的层次 刹那便将虚空道人 这一掌的薄弱之处 完全洞悉 他的嘴角浮现了一抹冷笑 倒印在无数常见的剑身之上 突然 手中煞剑之上 剑光荡漾 那无穷魂力灌注到长剑之中 月魂斩爆发而出 月魂斩乃是魂武之计 融合了魂力的武技 将原本只能对神魂造成伤害的魂力 转化为能对实体造成伤害的 逆天神技 而此刻 以夜晨那澎湃魂力 所施展的月魂斩 足以令万剑震动 地面上那一柄领剑 更是轻轻颤抖 这是夜晨有史以来 动用的最强的月魂斩 刹那之间 月魂斩所化如水见光 与掌印撞在了一处 掌印当场被撕裂 更是向着虚臣道人冲撞而去 虚臣道人此刻的笑容突然凝固 他的瞳孔不断放大 这怎么可能 纵然他的这一掌并不算强 但也不是一般舞者 能够随随便便撕裂的 关键他想不到 这小子竟然将魂力和武道 修炼到这个地步 地心欲什么时候有这种妖孽了 关键对方不过是史元静 年龄甚至还不过百岁 若是对方踏入太真境 恐怕自己巅峰状态 也无法抵挡 虚臣道人不再多想 扶尘动了 道道法则在扶尘中荡漾 扶尘挥舞 慌乱之间 瞬间铸就了一道守护大阵 守护大阵刚刚成形 那如水的剑意 便是如万丈骇浪一般 席卷而来 一秒 两秒 到了第三秒 守护大阵竟然当场撕裂 一声巨响 虚臣道人瞬间飞了出去 身躯更是重重地 砸在大地之上 一口烟红的鲜血 更是从虚臣道人的口中 吐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